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动心 爱不受诱惑 这就行魔了 然后一心一意 学佛 跟诸佛菩萨学习 我们今天是跟阿弥陀佛学习 阿弥陀佛就在这一部经典之中 依照这一部经典的学习就是跟阿弥陀佛学习 为世明灯 最圣福田 能够这样修学的人 他是这个世间的明灯 世间人都迷惑颠倒 他不迷 他不染 他不邪 他不颠倒 可以为世间人做榜样 指引世人一条光明 幸福的道路 这就是世间明灯 最树性的福田 最树性的福田 树性吉祥 堪秀共养 这个堪秀共养里面的意义 耗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最树性的福田 我们想中福 想收福 说实际的话 不知道哪里是福田 往往我们发了好心 想收福 结果做了坏事 还不知道 以前 道元老和尚 跟我们说了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 比喻愚痴人收福 错纵了福田 他用比喻来说 他说有个主人 让了一只宠物 这个宠物是一只猴子 主人非常喜欢他 非常爱护他 这个猴子对主人也非常好 也非常懂得主人的意思 有一天 主人在睡觉 有只猴子有只猴子 丁在主人的鼻子上 猴子看到了 非常生气 就拿石头打那只猴子 猴子很心 拿石头赶猴子 没想到的时候 猴子没有赶到 把主人的鼻子打穿了 这就好比喻愚痴无智慧 种错了福田 我看到 种福田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这样的大德 有智慧 有德能的菩萨 我们去依靠他 我们去供养他 供养他什么呢? 他替我们中福 我们自己不会中福 我们自己不会中福 他会替我们中福 这个意思在这里 他是最殊性最吉祥的 堪秀供养 这个意思在这里 鼓励我们应当供养这些菩萨 他做的种种事业 我们都尖光了 我们都有一份真实的功德利益 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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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但這些菩薩自分修行,精盡勇猛 而且又得彌陀威神加持 十方如來的互念 和一般菩薩來比,當然是超盛 阿彌陀佛和諸佛比,超盛諸佛 西方世界的菩薩和其他他方菩薩比,相信亦必超盛 無語等者,上位諸佛所共稱讚 究竟菩薩諸波羅蜜,極樂世界的菩薩 事常得到十方一切諸佛如來的讚嘆 在菩薩道裡,他的確是相當的圓滿成就 這個諸波羅蜜就是圓滿成就 如果克子菩薩行就是六道 從菩薩諸佛到波羅蜜到波羅蜜都做到,很圓滿 以上安住,不生不滅,諸沙摩地 行遍道場,願意成敬 這些是菩薩諸佛的成就 像不是一般作意入定 那一個定工淺的人,必須要入定 他只能夠入定界 定工深的人,行住、助、惡都在定中 這個住三摩地就是定中 行遍道場,這個道場是十方一切佛策 菩薩經常不斷地去遊歷 願意成敬,他絕對不會墮到義成 義成就是小成人,只有智利不肯離他 極樂世界菩薩沒有這個念頭 念念利益一切眾生 念念勸人往生淨土 只有往生淨土,只是真實究竟的利益 是立刻就得到的利益 這個要知道 阿南,我今略說佛叫阿南尊者 在這個大會上只是略略的介紹 比極樂界所生菩薩真實功德 食戒如是 這些是跟我們說的 所生的菩薩 我們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真實功德就好似佛所說的 若廣說者百千萬劫不能窮 佛是簡單介紹的 如果是西孫呢? 這樣就太多了,說不盡了 百劫千劫萬劫都說不盡了 西方世界的殊聖 我們從這個地方 多少能體會到一點 底下一品 也是本經很重要的一段開示 在這個地方特別要交代的 從前面一直到三十一品 阿南尊者當機 佛都叫做阿南 阿南 叫做阿南 從這一品開始 魅勒菩薩當機 受諾無極 第三十二 而在這一品以下的一共有六品經 可以說是 對於我們一個希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人 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應該要怎樣做 要怎樣羞恥 這是真實的光靈 是重要的教訓 所以我們靜宗同學 要將這一段經文選擇晚課 這個我們沒有時間 每一日讀全部 這個無量仇經 不能念全部的 我們早課念第六品 晚課呢 就念三十二到三十七 念這個六品 這個是教我們怎樣修辭 這裏面的教訓 哪些事情佛禁止我們去做 我們就不應該去做 哪些事情佛教給我們一定要去做 我們就認真努力去做 這就對了 請看經文 看經文 請看經文 魅力菩薩是兜率天的大菩薩 所以底下说诸天人等 无量受过 声闻菩萨 功德自为不可清说 这个我们都不必再细说了 前面都讲了很多 尤其国土美妙 安乐清静弱耻 为什么他不叫阿南 叫魅力菩萨呢 我们从誓传底下这句说话 就明白了 讲到西方极乐世界 声闻菩萨功德自为 又讲到西方世界国土美妙 安乐清静弱耻 因为魅力菩萨事上去 那一提的时候 多亲切 阿南专者没见到 和他怎么说话 他也体会不到 魅力菩萨事上去 就叫着魅力菩萨说 非常非常亲切 这些是说魅力菩萨 你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你去过事上去的 你应该很清楚 很明白 意思就是这里 何不努力唯善 念到知自然 这两句是勉励微勒菩萨 亦同时勉励语会的大众 为什么不努力修善 为什么不念佛求生静徒 为什么不念佛求生静徒 实在说 念佛之自然 就是勉励我们 要深信 发愿 求生静徒 求生静徒 只是念到 知自然 如果克实以论 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大道之自然 因为本经 佛为我们说出 这句名号 就是我们至性的德号 自性的德号 那不是自然 是什么呢 这个要知道 同时又是西方 导师的名号 也是自己 性德之称 出入 供养 观经 行道 喜乐 狗习 财猛 智慧 心不中回 意无 嗨事 爱药 慈患 内度 洗急 用用 去空 悉得 其中 宗表 相迎 我们看 这一段 这个里面 形容 西方 极乐 世界 菩萨 实在说 这些说话 佛 不对亚难 说 对美立 说 千变对亚难 说的 说得浅 我们听了 也能够接受 也能够听得懂 对美立 菩萨 说的 就说得深了 我们不太容易体会 但是不能不说 为什么呢 说出来之后 我们只知道西方真的第一无比的殊性 到西方极乐世界好处利益 我们能够体会这一品经 哪有不发心求生之离啊 出入供养 出到他方世界 供养诸佛如来 入去会来 回到家里来 供养本师 阿弥陀如来 出入供养 修福 供养修福 观经行道 修为 观经不讲读经 不讲研究经 读研究 对经义没有透切明了 观是透切明了 观是观照 完全是用般若 不用心意识 行道 心与意三叶之行 与心性 完全相应 与般若完全相应 这个叫行道 这些是属于修为 福为相修 喜乐 喜乐 九乘 欢喜 快乐 永远在修学 再深入 财猛 智慧 就好像前面赞叹阿弥陀佛 高财 永哲 阿弥陀佛在恩地上 显示 高财 永哲 不像我们这么愚痴 但是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佛的威慈神一加持 我们都变成高财 永哲 这一道极乐世界 就变质了 这个佛力加持 这个力量不可思议 心不忠回 回是回转 就是退转的意思 心不忠回 是说信心 坚定 决定 不退转 各位同修要知道 这个地方 他说的是极乐菩萨 诸佛如来 在十方世界成佛 修学的法门不一样 如我们现在所说的 所知道的 有学禅的 有学物的 有学戒律的 有学教的 极乐世界菩萨 天天外面去参访 去接触他 听他们讲经说法 还是老实念阿弥陀佛 没有受他们的影响 跟着这个菩萨 善不错 我跟着参善 跟着那个菩萨 这心就终回了 正如同化炎经上 善才同志 53参 善才同志收什么法门 除了得云被忧 抱怨菩萨 这两个是念佛法门之外 其他五十一位善智星 所学的法门 各各不相同 善才同志去参访 善才同志去参访 样样清楚 样样命了 还是老实念佛 没有改变 我们怎么知道善才同志 是学念佛求生正土法门 他的老师是念佛求生正土的 我们不要忘记了 他老师是文殊施利菩萨 文殊施利菩萨在花炎经上 是法愿求生正土的 老师求生正土 老师最有趣的门生 还能够叫他修其他法门吗 当远将第一无比殊性的法门 传给学生 所以学生必定是念佛求生正土 你看一参访第一个得云被忧 劝他念佛 先入为主 到最后 抱怨菩萨十大愿望 度归极乐 切始切终 一句佛号 念佛往生 心不忠悔 西方世界的菩萨 西方世界的菩萨 每个每天所收的都是五十三参 那些不是普通的善知识 他们参访的十方诸佛御来 一句佛号念到底 缘前好似大世纪菩萨一样 以无害事 一美精进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正是三辈往生里所说的 一向诸念 爱药 慈喚 这个慈喚 就好像很安闲 好像无事 一日到晚无事 逍遥自在 你看到这些菩萨 个个都是 好像无事情一样 逍遥自在 实际上 内独 适急 他内里面 真的用功 从来没有懈怠 他用什么功呢 日甚 尊念阿弥陀佛 心里头年不中断 所以你看他那个样子 很悠闲 很自在 很快乐 好像一日到晚无事情做 他那句佛号 面面密密 从来不中断 用用去控 识得其中 用用是和敬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佛门里面 亦是很重要的介条 六和敬的意思 六和敬 建和同解 戒和同收 身和同住 口和无争 亦和和和同乐 利和同均 永永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宗 你看他们非常和睦相处 那么多人在一起 就好像非常亲爱的父子兄弟一样 没有一些意见 没有一些意见 和睦 虚空是什么 每个人心都清静 虚空当中 一物都无 心清静 心广大 人人人都是这样 这个容用虚空 是这个意思 心良广大 清静 无比 懂得其中 忠 是忠道 佛教我们用忠 虞家孔怒夫子 亦教我们用忠 法讲忠道 虞家讲忠荣 世出世间的大圣人 都懂得用忠 忠就是不偏 愿用忠道 能用忠 就能够达到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他不偏 忠就平等 忠就平等 忠心偏了 那就不平等 他又偏爱 又偏差 忠无偏差 要懂得 会用忠 西方世界的菩萨 个个都会用忠 忠表相形 底下忠是森 表是表现在外面 这两个忠 底下忠的忠 和上面忠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 各位要知道 上面忠是宠道的意思 底下忠心 心是中心,是裡面表你一如,絕對沒有虛假 表你一如,所以內外完全一樣 你的心跟你所表現在外面,所作所為完全相形 這是表你一如,真的 這個境界就是我們事常說的 萬化圓融,世事無外 他們都達到這個境界 自然而不整,自自然而莊嚴整齊 無論是什麼事情,都是自然的莊嚴整齊 檢念端情,身心潔淨,無幼外貪 這個地方是講他的內德 是講菩薩的心地 世尊這個說法,真實的意思是教導我們 我們應當要學習 檢,是檢點,就是我們事常說的反省 念,是修念 我們如果說真正修行 早晚兩堂功課 早課是提醒我們 不要忘記了我們 我們今天一天要專搜佛的教訓 修正我們自己思想見解行為 晚課就是反省 晚課,認真想一想 今天一天佛教導我們 我們有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的 明天趕快要做到 已經做到的 要好好地保持 不要將它失去 這是真正做早晚課 是真正修行的 絕對不是 早晨將經唸一片給佛菩薩聽一下 你看我多乖,我都唸給你聽 到晚上再唸一片給他聽 這叫敷衍塞 佛菩薩自不要聽你這些 所以我們在佛菩薩 在營相面前 念經是靠佛給我們做證明 我一定要專搜佛的教誨 要認真努力去做 就是修行,是修正 我們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 錯了 依照佛的教訓,將它修正過來 這叫修行 所以早課是提醒自己 晚課是反省 檢戀端正 端是端正 即是正正 都是從心行上講的 身心潔淨 心清淨 身當然是清淨 所以身就不會有病了 有很多人,很多同修 有很大的憂慮 這病怎麼好呢? 你們想想怎麼好呢? 他真的會病 他決定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一切法從心上生 他現在沒有病 天天想病 他怎麼會不病呢? 他一定會病的 這就是錯誤的想法 要將他修正過來 怎麼修正呢? 念阿彌陀佛就不會病的 你們什麼時候看到阿彌陀佛病的? 所以我們天天念阿彌陀佛 就不會有病了 心裡要健康 他不起正念 天天去生邪念 這個想病就是邪念 心裡不清淨 我們念心清淨 心清淨 心清淨 心就清淨 心不清淨 會病 心清淨 怎會病 不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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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還在那裡污染 想病 想苦 想死 都是嚴污 嚴重的嚴污 不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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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如果有病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如果遇到有病的人 你就問他 你是不是有愛 有貪 他一定會有的 我在台灣 在國外遇到不少年輕人 他們被這個魔鬼附身 被控制 很不自在 就是我們一般說 雀魔 他自己很清楚 視相 魔力干擾 或者看到怪相 或者聽到聲音 身不由主 被外面力量控制 你問我 有些人 有一兩年的時間 時間都很長 你問我 有沒有什麼辦法 能夠離開這些魔境 我第一句就問他 你是不是很喜歡神通 他說是 就是愛、貪、神通 所以是魔力附身 你對神通感應 完全不理會 你一生當中 絕對不會遇到 不會遇到 這些魔象 都是喜歡神通 喜歡感應 年紀輕輕的 都是大學畢業的 都讀得很不錯 夜上這個麻煩 可憐 到最後 他的結果 到神經病院 那個醫生不叫著魔 醫生叫神經分裂症 你說多可憐 什麼原因呢 貪愛神通 搞得這個麻煩 所以沒有愛貪 這是佛對我們的教誨 不單止世間法 我們沒有愛貪 佛法也沒有愛貪 我們今天只有老實念佛 求生淨土 對西方極樂世界 種種莊嚴 也不是愛貪 只能夠去的 用愛貪的心 不能往生淨土 那佛跟我們說 那個地方生活的狀況 一切都是自然而不整 這個愛貪就不自然了 愛貪是要去設計 去經營的 這個無愛貪是自然的 是自然而不整 不是人為計劃設計經營的 不是這些 志願安定 無增缺感 無增加也無減少 這個是形容 這個志願的安定 定一 專念阿彌陀佛 就以這個莊嚴正統 所以我們同一切法 世出世間一切法 我們知足 我們知子 求道和正 求道和正 和 是平和 忠正 不誤傾斜 不走斜 不走斜門外洞 不可以投機取巧 那些是錯誤的 那些是傾斜 傾斜 傾斜是跌倒 斜是不正的 除經 除經約令 這一句非常重要 教導我們要依教修行 我們要 我們要 隨順 經典裏面的 教誨 這個約令 這個約令 就是教訓 約等於是佛 和我們的約法 令 佛對我們的命令 這就是指經典裏面的教訓 不減 不減 初跌 這個意思就是 一定要專守 不減 初跌 是違背的意思 決定不減 決定不減 違背 弱於 醒脈 醒脈是比喻 正心 正行 醒脈 是現在 已經看不見了 老一輩的人 大概好像這個年齡的人 跟你說醒脈 你還有印象 從前 這個木工 木匠 據這個木頭 不像現在用尺滑線 不是的 它是用一個木斗 用一個木線 就是用木尺蕩 那邊用釘釘 釘下去 拉一條直線 將它彈一彈 彈出一條直線 照這個來鋸 那個叫醒脈 現在已經不用了 現在用機械畫線 畫得很直 機械的鋸 根本不用畫線 它的規格比以前進步太多了 這個醒脈在這裡 就比喻心靜 行靜 合前面 不減錯跌 不減違背 依舊奉行 佛教我們怎樣做 我們又怎樣做 我們又怎樣做 所慕的 慕是什麼 羊毛 善慕的 是道 慕上菩提大道 我們心裡 我們心裡指 善慕這個 除無上菩提大道之外 沒有值得善慕 所以說 抗無他念 抗是心裡乾乾淨淨 空曠 沒有妄想 他沒有妄想 沒有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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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慕 沒有妄想 所以人家心清静 自然无为 去空无林 但安无忧 作得善缘 尽心求杀 含哀慈吻 例如刀合 包罗表泪过渡解脱 当这个地方是一段 自然无为 这个心 自自然然 安住在无为法中 什么叫无为 凡是有生灭 无有生灭的 都是有为 无有生灭的 都是无为 天真菩萨 在百法明门论里面 将一切法 归纳为一百大类 这一百大类里面 前面九十四类 是有为法 后面六个 是无为法 有为法里面 第一个心法 第二个心所有法 这个心法就是白色 有为法 有为法 这里说自然无为 你看 人家深深所都不住 这个高明极 其实就是宁严经 《焦光法师》 《注解》里面所说的 写色 用根 色是什么 深深所 写一调 用根中之成 我们见 眼见 不用眼色见 用见性见 我们听 不用耳识听 用文性听 这就叫做 无为法 这就是自然无为 它是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自然无为 其实 无为法真的是自然 要想有意 这样做 你已经落在 心意识里面去了 你已经 不是无为法 是生灭法 所以这个 确确实实 这是 真实的功夫 这是佛力的加持 虚空无立 这个心 一定要像虚空一样 一法不立 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要做到淡安无欲 淡薄 安然 无一切的忧虑 世间 五欲 六尘 没有了 法法里面 修行正果的欲 也没有了 你才能够达到 这个佛经上跟你说 如何修行正果菩萨为次 跟你说 那些是对中下的说法 对高等修行人 这个东西 通通无了 如果还有这个东西 你还有分别执着 那你是如何能够成就 高级佛法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这一段里面说的 纯粹是高级的佛法 这不是对中下人所说的 所以佛要叫着魅勒菩萨跟他说 是对中下人所说的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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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四十八远 这些东西 是真实的善缘 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做佛的弟子 这些菩萨 也是佛的弟子 这些菩萨 必定是 全心全力 帮助佛 普道众生 这就是 作德善缘 盡心求杀,去找善考方便的方法 我们要讲求方法 好像今天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科技 发展到快速的时代 我们就利用科学的工具 将佛法发扬光大 将佛法传播给广大的群众 那就是盡心求杀 我们要利用科学的工具 帮助佛王法离生 含哀慈闻 这个哀是大悲心 慈闻是大慈 含哀慈闻实际上就是大悲大慈 悲是看到众生苦 我们生怜悯之心 帮助他离苦 慈是给众生知乐 我们要帮助他得到快乐 这个快乐里头最真实 最究竟 最圆满的 是念佛求生正土 依照无良仇经的方法 来修学 不但将来得真实 圆满的利益 现在就得真正的快乐 现在得到花步 皇生不退成佛 那步 花果都无比的殊性 表现在外面 礼仪道合 行顺众生 随起功德 对于世间法 绝对没有破坏 世间法 样样讲求 样样专守 世间的礼 世间的义 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说的 我们学法 要知道 现代化与本土化 譬如我们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法律 我们一定要专守 这个法律 每个国家地区 有很多不一样 到哪个地方 一定要专守当地的法律 要专守当地的风俗习惯 这样只能够受到 对方人的欢迎外号 他们欢喜接受 所以一定要动得 现代化与本土化 这些礼仪道合 就是现代化与本土化 包罗表理 表是事 理是道理 所以一切事理 统统包括 在其中 过度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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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解脱 能令一切众生 能令一切众生 如佛菩萨一样 超越殊性 而这个法门 在一生中 得到解脱 一切众生 确实实 超越其他法门 被其他法门的时候 要来得殊性 解脱在这里的时候 都是讲修行的过德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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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